第七十六集 踏上征程 半个小时之后 秦宇来到最近备受一队冷落的三组 叫来关琪 诸伟 泰国兄弟等人 简单开了个小会 我要离开半个月 这段时间你们先跟三队办案 那边我已经打完招呼了 不管未来咋样 你们都会有去处 秦宇坐在椅子上笑吟吟的 后来宋江也有一段时间了 说实话 我挺感谢大家能在关键时刻 听我这个外来的 如果 如果咱们侥幸能过了这一关 以后有我亲语的 就有你们的 关琪挠了挠鼻子笑着说了一句 我们在一队本来也不是啥重要角色 老朱连续几次响声组长 员客都当没看见 所以啊 对于我们这种小角色来说 上升空间竟然有限 那跟谁处得舒服 就跟谁搭一块呗 诸位点头附和 是啊 反正战队已经战完了 后悔药也没地买去 说句难听的啊 就是老李最后真扛不住了 那大不了老子就不在警司干了呗 我就不信 当天在吐杂街 我就顶了袁客一句 他还能派俩人 折死我这样的小角色呀 不用担心了组长 我们都是警司里的老油条了 知道该怎么跟他们接触 关琪再次宽慰 你就踏踏实实办好自己的事就行 其实此刻大家心里都清楚 秦宇这次请假 绝对不是什么要去凤北学习 肯定是老李对他有特殊安排 所以他们才这样劝着 谢谢你们理解 秦宇起身拍着朱伟的肩膀 这段时间 组里的事就交给你了 能处理的你自己处理 不能处理的 私下找三队队长 他跟老摩的关系很铁 好 众人纷纷起身 那就祝我一路顺风吧 秦宇呲呲牙伸出手掌 大家相互对视一眼 都伸手搭在秦宇手背上 齐刷刷的喊道 一路顺风 下午 去往八十八号院的街道上 秦宇扭头看着老猫问道 你到底根本跟老李说 要和我一块去带鬼坏区啊 忘了 老猫有点感冒 不停的吸着鼻涕 看着整个人莫名傻了吧唧的 你说脑子不好啊 老李肯定不想让你去 那你还不提前说 这突然跟我走了 他回头会多想的 得以为是我非拉着你去 哎呀你慌个毛啊 老猫不以为然的吐了口痰 伸手掏出手机 就拨通了老李的号码 数十秒后 喂 我要跟秦宇一会儿去 带鬼话区啊 老猫直奔主题 李司长足足愣了 能有三四秒 才十分费解的骂道 你他妈跟秦宇 去带鬼话区干什么 玩啊 老李平时沉稳的不行 往那儿一坐就有关气 但唯独碰上李富贵 这个愣肿时 就会逐渐失态 我不是征求你的意见 我就是通知你一声 架条我一会儿让人给你送回去 我让你回来 别跟我喊啊 我脾气不好 你给我整身气了 我半道就自杀 老猫已经开始不说人话了 你他妈死吧 嘎蹦一下 瘟死你才好呢 老李气得浑身发抖 这一天天彪虎虎的 也不知道你要干啥 我真的是 行了 我不跟你闹了 谁跟你闹了 小雨一个人去太单了 遇到事不好解决 我去了能给他出出主意什么呢 你可别给他出主意了 要不秦宇早晚死你手里 老李无奈的怒吼着 你赶紧给我回私里 哎呀你甭管了 去我肯定是去了 你在家别慌啊 这次搞进货渠道 只要有一线希望 老子拿命都给你拼下来 老猫用吊耳朗当的语气 回了一句 老李听到这话 顿时愣在原地 也没有再骂他 有事打电话吧 老猫直接挂断了手机 路上 秦宇笑呵呵的看了老猫一眼 表面上看着你好像 心里对老李有点小恨意 但实际上 你挺关心他的呀 老猫斜眼硬道 谁关心的 我是怕他下课了 以后自己在警司 不能为所欲为了 快走吧 别磨叽了 两人回到八十八号院 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后 就锁上房门 向院外走去 路上 秦宇扭头看了一眼 林念磊的房间 建房门紧锁 人不在家 你瞅我媳妇家干啥 要点脸 林念磊都跟我说了 他最多能同意 当你妈妈 给我滚在哪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对磊了 有点心动了 别磨叽了 秦宇加快步伐离去 晚上八点半 一辆载着物资的军车 拉着老毛和秦宇离去 赶往比土炸街还乱的 带归话去 别有点心动了 你 你 你